来 虎口啊 想着虎口用力啊 动作啊 你首先要知道啊 这往它坠子方向 是靠你用右手用力 控制它往什么方向走 这样子坠子才能听话 按照你的要求呢 按照你的想法走 首先在盪网的时候呢 往左前方盪 然后往回摆的时候啊 右手用力 带着网从那个身体的后面 屁股后面呢 然后往左方方摆转过去 这是靠用手的力量来控制 右手的力量来控制 带着它走 你头脑里面有这个想法 你手呢才能有这个行动 然后带着它走 走到右边以后呢 这时候啊 顺着惯性回来 右手往回一拉 然后呢 腰轻轻动一转 让着网出去 所以说这个四五 你手想要搞明白 右手发力 带着网走 那么方法是什么样子 来看好了 往左前一推 右手带着它往后走 一摆回来 一拉 松手 所以这个 先不要紧啊 这网往摆的时候啊 这个角度啊 还有个细节 你光看到呢 这网摆是摆不去的 那么这手法是怎么实现的 刚开始手握这个网的时候呢 这虎口 这虎口的方向 其实这网走 是靠这个虎口这边用力带着它走 跟整个右手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看到是右手拿到网 没错 但是我们控制网的走向 是靠这个虎口用力 所以说虎口 它就是像一个火车头一样 这火车头往哪跑 这火车尾巴 你跟着往哪跑 知道意思了吗 一定要虎口去用力 望前一推 这虎口用力 这网往 所以说有了翻手腕里的说法 望前一推 虎口 这虎口看到吗 我现在我拿个东西在手里面 拿个东西在手里面呢 你能看清楚我这虎口的走向 来看啊 来 望前一推 望后一摆 拐过弯来 好 望后摆的时候 这虎口能看到没吗 这虎口就朝着屁股后面走 走走走走 好 它又掉头了 拐弯来 虎口用力在控制 所以这网才能拐过弯 就知道吧 要不然你不用这虎口 你靠右手直接摆 它怎么拐弯 它拐不了弯 它一定得有一个领头的 带着队伍往前跑 这网它就像一个队伍一样 一个火车头和火车尾 一摆过来以后 往回拉 这时候呢 这时候摆过来以后 摆过来以后 这个虎口呢 看到没啊 你摆过来以后 虎口还在在前面 按 虎口还是往前跑 往来跟在后面往前跑 这顺顺不要乱 你不要 一摆以后啊 这网乱了 一定要保持着 虎口发力都在前面 所以说我们说要发力 发力是用虎口来发力 虎口的位置发力 这样子它 大致的网 才能够在你的 全部过程当中 在你的力量控制之下 往前跑 如果你的动作不对 这虎口用不上力 这网它就散 就散了 就乱了 就容易转在一起 乱七八糟 再来练 等夏天以后 等秋天 可以弄个 两指啊 或者三指的 夏天就不要弄了 夏天 用大王爷抓大鱼 好